這是一個關於我 不 是我的名字的故事 我叫做婷婷 它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 不過我對它有一點小小小小的意見 小時候我問過爸爸為什麼我要叫做婷婷 爸爸說 算命先說你命中缺了一些蝦的懷孔 一算來算去 比照的懷孔 最後就算出兩個字來啦 哇 這就是我名字的由來 一開始我覺得太厲害了 竟然是算命先算出來的耶 不過我後來發現很多的名字都有聽 不管是鄰居 同學 電視明星 老師 好多人都有這個字 就連對面吳阿姨養的狗也叫做婷婷 有時候我都分不清楚吳阿姨是在叫我還是叫狗公 而且阿 一個班級裡面至少都有兩三個人有停咧 上課點名 老師常常搞糊塗 就算是不同字的停也一樣 走在路上 連警察喊停 我以為是在叫我 就連媽媽播 停 還哭的聲音 那麼多人都有停 是大家都找那個算命先生算命嗎 還是那時候是挺挺年 大家都爭取的這個字 大家都在這個名字 就不特別了阿 為什麼爸媽會就這麼決定了這麼通俗的字 我好羨慕名字特別的人 如果 我有一個特別的名字該有多好 不過 上課老師有說過 數大便是美 所以 那麼多挺挺在一起 就會變成美 就像點點畫 近看都不一樣 遠看卻是一幅好漂亮的畫 我們的名字雖然很像 卻又有那麼一點的不同 不是取了挺這個字 就一定是一個很挺挺的人了 每個人都是華肥燕獸 各有不同 連個性也都不太一樣 舉例來說 我最好的朋友 雅婷 她不喜歡可愛的雅娃娃 最喜歡大自然 她常常告訴我一些自然的小知識 像是 青蛙為什麼會呱呱叫 麻雀為什麼只會跳 我的體育老師叫 淑婷 偷偷跟你們說喔 老師對跟她名字相近的人比較好 所以 打躲屁球時 老師都會偷偷丟球給我喔 還有 樂隊跟我一組一起摧子笛的人叫做 凡婷 老師說 要一男一女一組 因為我們的名字就被分在一起 她 她摧子笛的時候好帥喔 光是我的生活小圈圈就有一堆叫 婷 的朋友 那等我以後長大後 不就會遇到成千上萬大的婷婷嗎 其實我發現啊 好像 我的名字跟別人很像 反而 那些人更容易跟我變成好朋友耶 所以啊 全世界如果有一千萬人跟我名字很像 那我以後就會有一千萬個朋友耶 我有一個這麼親和力的名字 那我也要當一個很親切的人 跟每個婷婷當朋友 當個婷婷大師 婷婷是你的好廚兵 婷我馬婷立 婷婷 婷婷 婷婁 婷婷 婷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